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了俄罗斯国家式飞中心,开展视察工作,在其专机抵达该式飞中心前受到了规格不一般的欢迎仪式。 总共有6架苏-57战斗机,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的专机,进行了护航。 通过这个也显示了俄罗斯在苏-57战斗机研制领域的实力。 俄罗斯苏霍伊设计局研制的苏-57战斗机,在2010年1月29日,实现了原型机的首飞。 不过到了2019年的今天,俄罗斯空军至今都没有获得苏-57战斗机。 苏-57战斗机,是俄罗斯苏霍伊设计局,以超越美国空军装备F-22A猛型战斗机为目标。 苏联17在战斗机的研制上,就是采取了紧跟美国的做法。 最为典型的就是F-15和苏-27战斗机的关系。 苏联为了获得优势,最终重新研制了苏-27战斗机。 如今苏-27战斗机,是俄罗斯各种战斗的衍生改进的一个重要的基础。 甚至苏-57战斗机,都被人称为是拍扁的苏-27战斗机。 日前就苏-57战斗机的装备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表示俄罗斯国防部需要采购76架苏-57战斗机。 这个是一锤定音。 之前俄罗斯空天津,在苏-57战斗机装备上的传闻不断。 包括废弃苏-57重新研制的其他第五代战斗的呼声也是不断。 不过如今随住普京的表态。 这个代表俄罗斯空军,对于苏-57战斗机还是认同的。 目前,俄罗斯空军主要装备的还是之前的苏-27系列战斗机。 另外就是米格-29、米格-31等进行。 除了这些苏联时代研制的机型之外,还有包括苏-35和苏-30FM之类的先进的型号。 在2018年,俄罗斯空军实现了100架苏-35战斗机的装备。 同时俄罗斯空军和海军航空兵,都在装备苏-30FM战斗机。 美国在装备F-22A猛型战斗机之后,获得了很强的技术代差优势。 而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说是非常危险的。 在F-22A猛型战斗机之后,美国空军有开始了F-35A闪电II战斗机的装备。 F-35A闪电II战斗机,也是属于第五代战斗的行列。 与F-22A猛型战斗机一样,是属于具备隐身能力的战斗机。 F-35A闪电II战斗机,虽然武器挂打能力,比F-22A猛型战斗机要弱。 不过其网络作战能力,比起F-22A来说就强悍了许多了。 本文为新兴国际原创。 转载请著名来源。 俄罗斯这次大规模装备苏-57战斗机,可以有效减少与美国在战斗机的技术代差。 苏-57战斗,具备了多种先进的技术,包括分散式探测系统等。 另外还有硕大的内舰弹仓。 虽然在隐身能力上,与F-22A猛型战斗机有差距。 但是隐身能力,也不是第五代战斗机唯一的特性。 另外还有超音速巡航能力,超设计打击能力和超强的机动能力等。 本文为新兴国际原创。 转载请著名来源。 俄罗斯开始批量装备第五代战斗机,就是打破了美军试图通过装备F-22A和F-35A等建立的技术代差优势。 在大批装备苏57之后,也会大幅度降低这款战斗机的生产成本。 同样会促进这款第五代战斗机出口。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,就在进行F-35闪电II战斗机的出口市场的拓展。 保守估计会为了会有超过6000架的订单规模。 美军战机技术代差优势梦碎。 普京一锤定音。 俄向全世界做出了榜样。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,就在进行F-35A等建立的机构上。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,就在进行F-35A等建立的机构上。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,就在进行F-35A等建立的机构上。